作为一名多期发展的艺人 周杰伦不仅在音乐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演艺事业上也颇有成就 就连上综艺节目也是超级有梗 周杰伦的音乐充满了情感 很多人是听着周杰伦的歌长大的 对于很多八十 90后来说 听周杰伦的歌是他们青春最美好的回忆 近年来周杰伦也经常会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的表演也很搞笑 但还是很专业的 只要涉及到音乐领域 他总是能讲的很多 众所周知 偶像也会有喜欢的偶像 而他的偶像就是天王刘德华 要知道偶像如果能来自己的演唱会 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作为天王级人物 刘德华在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影视剧 歌曲等等 都给人很深的印象 天王就是天王 做任何事都是非常出色的 他用他极高的演技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支持 在众多的粉丝中就有周杰伦 有一次周杰伦的演唱会请到了自己的偶像 刘德华来助阵 两人在台上的互动真的很搞笑 这场演唱会不只是周董开心 粉丝们也很开心 歌唱完后 两个人的对话就开始了 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天 杰伦说 然后刘德华接过话说 每次演唱会都想请你来 可你都没来 周杰伦直接被刘德华的话逗乐了 周杰伦问刘德华 我为你写歌你为什么不唱 刘德华直接了当的说了三个字 你不红 简单的三个字道出了真相 真是太可爱了 不甘心的周杰伦又问 为什么我出唱片你也不唱我为你写的歌 刘德华好像很无辜 你那个时候红了吗 这个对白真是太有意思了 可见 优秀的人总是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只有自己优秀了 才能吸引到更加优秀的人 如今以周杰伦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刘德华又怎么会小看呢